大家好,我是爱方向美式的兔麻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生结包 我会把和面,发面,以及拌下过程全部分享给大家 按照我的方法做,保证不塌陷,不破皮 个个松软,底部酥脆 下面我们一起来做吧 盆中已倒入500克中精面粉 加入15克白糖,放入3克的盐,增加精性 搅拌一下,放入5克酵母 倒入270毫升水和面 在这里提醒大家面和面吸水性不同 注意水的用量,多次少量的加入水,憋到憋搅拌 搅拌到没有干面粉,下手揉成偏硬的面团 如果你感觉面不好揉,想上10分钟 把面揉成光滑细腻的面团,放到盆里 盖上保鲜膜,自然发酵半小时 在发面期间,我们来做馅料 把买回来的猪肉切些肥的,再切些瘦的剁碎 用刀剁的馅料,比机器打出来的口感更好 都剁好,放到盆里备用 这次我提前做好的猪皮冻 做生结包有了它,汤汁才会浓郁 猪皮焯过水,刮掉表皮的油脂,清洗干净 切成条熬40分钟左右 晾凉后成片是透明状 切好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把蒜切末,小葱切碎 姜切末 碗中以放入切好的350克猪肉馅 放入蒜末,姜末 把烧热的30克植物油浇到姜末上 激发出姜蒜的香味 放入胡椒粉,花椒粉,大料粉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放适量的盐 再倒入料酒,蚝油,老抽 把肉馅搅拌起来,送着一个方向搅到上下 放入切好的小葱,猪皮冻 倒入提切料理机打好的前菜 搅拌均匀,馅料就调好了 放到冰箱冷冻40分钟左右 这一步很关键,能锁住里面的水缝 包的时候比较好操作 这是我饧好的面 做生结包,半发面的状态就可以了 按板上撒些干粉 把面揉成光滑细腻,无气孔的面团 给它分割成俩份,卸做卸吃 先把其中的一块面搓成长条 分割成25克左右的小面团 这接按别,按板上撒些干粉 擀成边缘薄,中间厚的包子皮 像这样就可以了,放一勺馅料 用包包子的手法,把口捏紧 上下多余的面按平 生坯我们就做好了 平底锅倒油 把包子的收口处朝下放 因为表皮有点厚 通过油揭会增加它的酥脆感 依次放入锅中摆好 盖上锅盖,揭到底部定型 倒入提前总备好的面防水 慢过底部 加水是为了产生足够的水蒸气 把包子蒸熟 用小火慢接五分钟左右 听到锅中水沸腾的声 转到油揭那种滋啦滋啦的声 把火关掉 盲上五分钟是包子不塌蟹的关键 揭开锅盖,撒上少许葱花 再撒少许黑芝麻 盖上锅盖,继续揭一分钟左右 增加底部焦脆的口感 揭开锅盖,弯到满屋子浓浓的香味 翻过来底部,颜色金黄又软 生接包就可以出锅了 这是我刚做好的生接包 先看一下底部 通过金黄色可以感受到酥脆的口感 掰开里面看到满满的汤汁 全是胶原蛋白 咬一口肉香,油香,葱香,芝麻香 全部的美味在口中久久留香 喜欢这道美味的朋友 你也赶快来试试吧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今后会有更多的美食和大家一起分享